一生的心愿 小豆豆生平第一次去逛了庙会 庙会在洗足池中的一个小岛上举行 洗足池就在小豆豆以前的学校旁边 小岛上共有变才女神像 小豆豆跟着爸爸妈妈 沿着一条昏暗的小路向前走 走着走着 突然眼前大放光明 原来是庙会到了 许许多多的电灯把四周照得亮亮的 小豆豆一眼望去 立刻兴奋起来 钻到一家一家的小夜店里看个没完 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 噼噼啪沙沙的声音响成一片 还发出各种气味 好多东西都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有用红色黄色粉红色的 弹粒丝线吊着的薄荷糖 棒上有小狗呀小猫呀 以及卡通明星背地的头像 有棉花糖戴帽糖 还有一种叫利堂枪的玩具 把晕染过的利堂的白芯塞进竹筒中 再用棒子一压 就啪地发出很响亮的声音 路边还有卖艺的大叔 能吞下钢刀 还能吃下玻璃 还有的大叔在卖一种粉 把这种粉涂到大海碗的边上 大海碗就会挖得叫起来 另外 还有能把钱变不见了的叫做金环的编戏法的 日光旅游摄影的 卖水花生的 小豆豆一边走一边走顾右盼 突然 他挖得欢呼了一声 停下了脚步 原来 他看到了黄色的小鸡 在不大的盒子里 盛满了小小的圆乎乎的小鸡 小鸡还在叽叽地叫着 我想要这个 小豆豆拉住了爸爸和妈妈的手 哎 买下来好吗 小鸡朝着小豆豆抖动着小小的尾巴 尖尖的小嘴朝上张开 叫得更欢了 好可爱呀 小豆豆蹲了下来 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 这么可爱的东西呢 买一个好吗 小豆豆仰起头看着爸爸妈妈 但奇怪的是 爸爸妈妈却拉着小豆豆的手要走开 哎 不是说过来要给我买点什么吗 我想要这个呀 妈妈小声说 这些小鸡很快就会死 怪可怜的不要买了吧 为什么 小豆豆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 爸爸走远一点 以免为卖小鸡的人听到 然后告诉小豆豆说 那些小鸡虽然现在很可爱 但身体太弱了 很快就会死的 那时候豆豆住就要哭了 所以爸爸妈妈才不买 可是小豆豆看到这些小鸡 已经听不进爸爸的话了 一定不会死的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 求求您了 但是爸爸妈妈仍然固执的 要把小豆豆从小鸡的盒子旁边拖走 小豆豆被拉了起来 但还是看着小鸡们 小鸡们叫得更响了 好像他们也想跟着小豆豆回家似的 小豆豆拿定了主意 除了小鸡什么也不要 他向爸爸妈妈锯了一个躬 说求求你们了 给我买只小鸡吧 但爸爸妈妈还是坚持着 你以后会哭的 还是不要的好 小豆豆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不过走到刚才来时昏暗的地方 他又一边抽气一边说 求求你们 这是我这一辈子的心愿 一直到死 我再也不会说要买什么了 给我买只小鸡吧 爸爸妈妈终于屈服了 刚才还哭着的小家伙 已经笑了起来 满脸喜悦的小豆豆 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盒子 里面有两只小鸡 第二天 妈妈请木匠师傅 做了一个带有石槽的 特别的盒子 盒子里装上了电灯泡 给小鸡取暖 小豆豆一整天都在看着小鸡 黄黄的小鸡真是可爱极了 可是 第四天 有一只小鸡不动了 接着 第五天 另一只也不动了 无论怎样抚摸 怎样呼唤 小鸡再也不会叽叽地叫了 而且 无论等多久 小鸡再也不会睁开眼睛了 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 小鸡死了 小豆豆呜呜地哭了起来 一个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 把两只小鸡都埋了 还供上一只小花 没有了小鸡的盒子 看上去空荡荡的 盒子里还落了几根小小的黄色羽毛 小豆豆看到这些小小的羽毛 想到了庙会那天 看着自己叽叽欢叫着的小鸡 不由地咬紧了牙齿 哭了出来 一生的心愿 就这么早早地夭折了 这是小豆豆的人生中 第一次品尝到离别的滋味 第一次品尝到离别的阶段